2018年11月的某一天 人类历史上首个经过人工基因改造的双胞胎 在所有人都不知情的情况下 在中国偷偷诞生了 随后这对双胞胎的缔造者 南方科技大学的贺建奎教授公开宣称 他成功创造出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双胞胎婴儿 一个叫露露 一个叫娜娜 通过对基因的修改 他们出生后能天然抵抗艾滋病 消息一出 全世界为之哗然 整个科学界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贺建奎教授先是被自然杂志 Nature评选为年度十大科学人物 被时代周刊评为 2018年影响科技的重要人物之一 而后他的屏风突然急转直下 122名科学家联名控诉反对他这一行为 后来更是惊动了国家卫健委 中国工程院 美国科学促进会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等顶级机构 2019年1月 贺建奎教授因非法刑医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锒铛入狱 并处罚金300万元 等等 一个科学家 为了对抗艾滋病而创造出一对 天然免疫艾滋病的婴儿 这是科学的巨大进步 应该受万人敬仰 全民歌颂才对 但为什么会落个如此下场 难道是假的 并不是 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贺建奎动用了 大名鼎鼎的基因编辑技术 因为基因编辑能改造生物的原始基因 所以这项技术也被称为 挑战了神的领域 而贺建奎 就是那个私自行使神的权力的人 因此 他也被学界称作 科学疯子 而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还要从几百年前说起 在中世纪的欧洲 曾经经历过一场浩劫 那就是黑死病 这场灾难直接杀死了三分之一的欧洲人 为了能从这场浩劫中生存下来 他们其中的有些人居然进化了 似乎是受到了上帝的垂帘 他们竟然莫名其妙地 获得了免疫黑死病的神奇能力 就算被感染了 康复的也非常快 所以他们被称为天选之人 直到几百年后的今天 科学家发现 这些天选之人不仅可以免疫黑死病 还可以免疫艾滋病 后来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后 科学家才明白 原来跟正常人相比 在他们的CC25基因里 天然少了32个碱基 而这32个碱基 正是艾滋病毒感染人体的通道 没有了这32个碱基作为通道 那艾滋病毒自然就无法入侵 那些天选之人的肉体 聪明的你是不是正在琢磨 如果把正常人的这32个碱基 从基因中敲掉 是不是就可以永久免疫艾滋病了呢 巧了 贺建奎教授也是这么想的 2017年 贺建奎偷偷找来了八对夫妇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丈夫都是艾滋病患者 而且他们也都想要个孩子 但是他们又害怕把艾滋病毒 传染给孩子 才尝试和贺建奎教授合作 在贺建奎的花言巧语之下 他们不知不觉地成为了 人类历史上首批定制婴儿的夫妇 贺建奎利用基因编辑技术 成功修改了他们胚胎的CC25基因 并顺利移植进母体 最终有三名志愿者怀孕 其中一名生下双胞胎女婴 也就是露露和娜娜 而且像这样被基因修改过的胚胎 还有16枚在冷冻之中 2018年11月 露露和娜娜顺利降生 试验完成 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 2018年11月26号 贺建奎迫不及待地在YouTube上 向全世界宣布 人类首立基因编辑婴儿就此诞生 视频中的贺建奎意气风发 甚至在讲述过程中 他故意调整语气 放慢语速 以显得庄严和隆重 他宣称 这项研究能给予艾滋病感染者以希望 这是一项世界级的突破 然而 冒进的贺建奎还是没躲过 整个社会的伦理审视 他的这项研究很快 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质疑 并遭到了国内外122位科学家的 联名谴责和控诉 因为他对人类的胚胎 进行了基因编辑 这是在任何国家 都是被明令禁止的 这种行为 就像在整个人类的基因池里 倒了一瓶墨水进去 一旦这个先例被开启 如若普及 很可能将改变整个人类的基因池 贺建奎所使用的基因编辑技术 也被称为基因剪刀技术 是被人们称为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 通过使用基因剪刀 你可以把想要的基因放入原有的基因中 同时也可以消除你不想要的基因 甚至随意删除或矫正生物信息 理论上讲 你可以将原本只能长到1米5的孩子 通过基因的篡改和植入 它能长到1米8 也可以将它原本单眼皮的基因替换成双眼皮 甚至还可以改变它的智力水平和身体素质 因为这种技术过于强大 被科学家评价为人类挑战了神的领域 一旦人类掌握了这套技术 就等于掌握了生命的底层代码 甚至可以这样说 拥有了这项技术 也就拥有了造物主的能力 其实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利用基因剪刀 进行过各种各样的研究 比如改变小麦的大小和重量 以提高产量 创造出了不会传播瘧疾的蚊子 拥有超级肌肉的猪等等 2016年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 批准首个利用基因剪刀技术 来治疗癌症的人体临床试验 时至今日 也有许多科学家都以人类为研究对象 利用该技术进行着各种临床试验 那既然如此 为什么只有中国科学家贺建奎教授 被全世界指责和控诉呢 因为贺建奎的研究试验 跟其他人还真不一样 过去科学家们的临床试验 都是在人的体细胞上进行 并没有涉及生殖细胞和胚胎 实验结果只对人身上的某个部位产生影响 比如将单眼皮改成双眼皮 对其他部位并不产生影响 而贺建奎的实验就不一样了 他直接改造了人类胚胎 这跟体细胞不一样 对胚胎的任何微小改动 都可能牵连到全身的任何部位 更可怕的是 还有可能影响到下一代 编辑胚胎细胞就像开盲盒一样 谁也不知道以后会给孩子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也就是说 正常的孩子都是按照造物主的逻辑去发育和成长 而被贺建奎改造过的这两个孩子 却被篡改了原代码 按照人为干预的逻辑去发展 他们长大以后 会不会出现人类未知的疾病 会不会出现某些功能的丧失和缺陷 后代会不会引发严重的突变 又或者出现了人类不具备的特殊能力 这些都是未知 谁也无法预测这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因此 为了管控基因剪刀技术被滥用 科学家们期间曾经制定过这样的规定 在人类完全理解基因之前 禁止以生殖细胞或胚胎为对象进行基因编辑 2015年 国际人类基因编辑峰会发表了关于基因编辑研究的宣言 1.仅在细胞中进行的基因编辑也应收到法律伦理监督 2.以医学上的原因 使用基因不传递给下一代的体细胞编辑时 监管部门应严格审核 3.生殖细胞拥有遗传的可能性 因此不要对生殖细胞以及胚胎进行基因编辑 因为这是个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 就是在这种技术上未成熟 无法保证绝对安全的情况下 贺建奎瞒天过海 违反了基因编辑最基本的伦理和法规 他这次贸然的试验 可能会给孩子 给社会 甚至给整个人类都带来巨大的风险 老天是公平的 我们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都有它特定的作用 不能轻易改变 理论上 敲掉CC25基因中的32个碱基 虽然可以让孩子免疫艾滋病毒 但是也等于破坏了CC25原有的功能 造成了其他方面的缺陷 西班牙的一项研究发现 CC25基因缺失的人死于流感的风险是普通人的四倍 在过去的20多年 不断地研究表明 CC25能够保护一些严重传染病和慢性病患者的肺部 肝脏和大脑 这说明CC25基因本身就具有重要的价值和作用 如果为了免疫艾滋病毒这一项 却选择牺牲了CC25的其他功能 这就相当于为了避免花粉过敏 而去把鼻子割掉一样 最最最可恨的 就是有人替孩子做了选择 不仅如此 这两个孩子长大以后 允不允许结婚 会不会被剥夺生育权利 如果允许 若干年后会对人类造成什么影响 天才知道 试想一下 如果这项技术一旦商业化 将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多大的冲击 如果未来的人类能够设计婴儿 受益的只会是权贵阶层 他们的后代只会越来越优秀 普通人的生存空间会越来越窄 直至大部分普通基因的人类灭绝 拥有超完美基因新物种出现 而贺建奎就是那个打开潘多拉魔盒的第一人 一个鼓吹人类翻开心一夜的狂热分子 科学分子 当仁不让 当然 贺提死的是 后来的立法机构认为 贺建奎并不构成非法刑医罪 因为他既不是医 也不以此为职业 于是刑法修正案第十一条增加了一条新的罪名 非法人类基因编辑克隆罪 可以说 这条法规就是因贺建奎而诞生 著名科学家 史蒂芬霍金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人类将无法抵挡改造基因的诱惑 本世纪内将诞生经过基因改造的超级人类 并统治世界 也就是说 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就会迎来定制人类的时代 或许 这也是贺建奎的野望吧 而相比于国内众口译词的批判 许多国外的媒体和学术界对贺建奎的评价却很微妙 有不少科学家认为他是某种意义上的开拓者 并主张重新考虑学术的伦理边界 也有学者呼吁 一位禁止基因编辑技术绝对不是最好的选择 如果能够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 让全人类在功课疾病方面开放更多的探索机会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就像曾经人们对试管婴儿技术非常恐惧 而如今却非常普及 目前已有800多万的试管婴儿生活在地球上 就像曾经的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 他也被认为是亵渎神明的大罪人 并对叛终身监禁 而如今我们所有人都在他的研究成果下 生活和探索着 只不过大家最关心的还是露露和娜娜 到今天也应该有五六岁了吧 他们现在又过得怎么样呢